北京时间1月4日,2021-20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进入到总决赛阶段的争夺。 尽管在首回合比赛0-3不敌未免冠军天津队,但江苏女排本赛季的表现仍然得到了媒体球迷的一致认可及肯定。 新华社也于近日发表体育评论文章,盛赞江苏女排掀起青春风暴。 新华社以大换血之后,江苏女排原和掀起青春风暴为标题解读了球队本赛季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主教练蔡斌强调团队和全面的重要性,是这支年轻队伍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要知道,在头号得分手张长宁因手术将缺席一整个赛季联赛的消息传出后,几乎没有人看好江苏女排,尤其是他们首战就以0-3的悬殊比分输给辽宁队后。 但在主教练蔡斌的率领下,主力阵容中有三位未满20岁,首次参加排超联赛的江苏女排,却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特别是半决赛,击败了花仲金,引进两位奥运会MVP级别外援的上海队,更加展现出这支球队的生机勃勃和强悍实力。 蔡斌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执教理念,她说,团队是最重要的,每个队员进入这个队伍就要融入集体的打法。 技术上可以有欠缺,但团队精神必须要有。 不能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不是一个好的排球运动员。 从技术上来说,还是更看重队员基本功的全面,再攻防两端的全面。 正是严格的要求,让江苏女排在过去几年都没有花钱引进外援的情况下,收获了联赛冠军、全运会金牌等佳绩,培养出了惠若琪、张长宁、龚翔宇等一批国家队的中流砥柱,未来值得期待。 如今的蔡斌已经成为了接班郎平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呼声最高的人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